一提到古埃及 许多人马上就会联想到金字塔和木乃伊 但其实它们只是古埃及遗产的一部分 除了这些 古埃及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有趣事实 并且是我们通常从课本里学习不到的 比如他们社会的许多固有行为习惯 在当时很普通 但如今看来却非常奇怪 本期地球军就给大家带来了 15件古埃及人做过的最奇怪的事 新来的观众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15个 训练沸沸捕捉罪犯 古埃及人不仅崇拜猫 而且还很崇拜沸沸 在不少古埃及的遗址中 都可以看到沸沸的形象 而且从壁画中的沸沸形象可以看出 他们在当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第五王朝赫努木特普 和尼安赫努木木中的一块浮雕 就描绘了一名警察在市场中 用一只沸沸逮捕一个小偷 壁画中的沸沸用手抓住小偷 而警察靠近准备逮捕他 除了逮捕罪犯 沸沸还学会了跳舞 演奏乐器和收割食物 甚至还帮助女性更衣 似乎有人专门训练了他们 比较奇怪的是 古埃及自然环境中从未有过沸沸 那么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 第14个 家猫死去全家人要剃掉眉毛 人类饲养猫的历史起源于数千年前的古埃及 在那里猫被视为神圣的动物 不仅出现在诸多神话传说中 还在埃及人的王权和日常生活里扮演重要角色 在埃及神话中 太阳神拉曾经化身为猫 击败了阻止太阳东升西落的巨蟒阿波菲斯 人们因此将猫视为神明的化身 如果故意杀害猫 就会被判处死刑 出于误杀 则要按照女祭司的要求赔偿相当数量的银子 家养猫死去的话 全家人都要剃掉眉毛仪表哀悼 否则猫神贝斯特就会降灾 第13个 用酸牛奶沐浴 使用牛奶浴作为护肤疗法 可能是古埃及最著名的美容秘诀之一 据说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本人 就曾用酸驴奶沐浴 每天为了给他准备足够的洗澡奶 需要用到七千头亩驴 传说不知是真是假 但是现代研究确定 牛奶中含有一种天然抢基酸 它降低矫质细胞粘连性 促进矫质形成细胞 新陈代谢 而且乳酸浓度较高时 它还可以减少色素沉着 使皮肤变亮 第12个 女法老带着大胡子 哈特谢普苏特是古埃及新王国早期 第十八王朝的一位女法老 在位期间古埃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 和最强盛的经济 其地位堪比中国的武则天 虽然古埃及女性地位较高 但女人是不能成为法老的 尽管哈特谢普苏特才能出众 也无法改变这一钢铁般的传统 为了得到像男性一样的尊重 她先是在登上王位之前 宣称自己是太阳神的嫡亲女儿 然后再让建筑师 把她刻画成一个 有胡须的平胸战士形象 每当女法老在公共场合出现 必定是这男装 并戴着假胡子 其实她有着柔和的面部 外戴轮廓清秀的眉毛和大眼睛 是个十足的美女 在埃及国家博物馆展出的 新王国早期第十八王朝的 几位法老雕像 其中有一座粉红色的花钢岩塑像 穿着法老服饰 戴着假胡须 体型酷似男性 但面不是女人像 她就是埃及女法老 哈特谢普苏特 第十一个 用死老鼠治疗牙疼 古埃及人把死老鼠 碾成依附在疼痛的牙齿上 用来缓解牙痛 而根据另一种说法 古埃及人将一只活老鼠杀死之后 就会将其劈成两半 或者是直接塞入口中咀嚼 姑且不管效果如何 关键是这怎么下得疗口 值得一提的是 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 老鼠也被用作是治疗油的药物 第十个 用罐子存储器官 古埃及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 将逝者的器官与身体 分开埋葬就是其中之一 根据他们的信仰 像肠子 肝脏 肺和胃这样的器官 对来世至关重要 因为他们保证了来世中生命的延续 因此 在葬礼仪式期间 这四个器官被存放在各自独立的罐子中 由于心脏被认为是灵魂的所在之处 它被留在体内 最初这些罐子 只是简单的容器 没有明文 只足够容纳特定的器官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容器发展起来 在中王国鼎盛时期 他们都有复杂的雕刻 并且盖子 以荷鲁斯之子的头部形状制作成 每个荷鲁斯之子负责保护一个器官 而且每个儿子 都有指定的女神陪伴和保护 哈皮是一个有肺肺头的神 负责保护肺部 多阿木特夫是一个有柴头的神 他负责保护胃部 伊努塞蒂拥有人类头颅 负责守护肝脏 克赫贝瑟努夫是荷鲁斯之子中 头戴猎鹰头的神 负责保护肠子 第九个 一位法老统治了90年 古埃及第六任法老名 叫贝皮二世 约出生于公元前2278年 至2275年间 因为父亲过早的去世 贝皮二世六岁就继位法老 他的母亲女王 安和塞莫普特二世 成为了摄政王 直到贝皮二世长大 并能够独立执政为止 根据记载 贝皮二世在公元前2184年去世 享年约94岁 统治时间近90年 成为古代埃及历史上 统治时间最长的法老 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 许多现在埃及考古学家 对此提出异议 他们认为贝皮二世 年幼时全力归母亲掌管 年迈时期 又几乎没有能力 治理庞大的国家 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十年里 古埃及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 也因此 他们认为古埃及第十九王朝 第三位法老 拉美西斯二世 才是古埃及在位时间最久的法老 他在位时间长达66年 使古埃及成为 东地中海地区 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第八个 把面包和啤酒当货币 对埃及人而言 薪酬的概念由来已久 早在国王国第五王朝的 阿布希尔之草上 就以表格的形式 显明了支付给 尼弗利尔卡拉国王 妓妙的祭司 和官员们的肉类报仇 伴随着中王国之后 国力的强盛 和国内建设的重启 这套支付体系 开始走向标准化 因为政府 需要给参与建设的 工人支付工资 基本工资 一般以面包和啤酒的数量来代表 也就是普通埃及人最常吃的食物和饮料 埃及啤酒并非今天的啤酒 而是一种浑浊的发酵饮料 正如注笔中会规定金属的含量 这些面包和啤酒 也对应定量的粮食配给 需达到规定的大小和浓度 啤酒使用大小一致的陶罐成装 以确保制作的标准 中王国时 一名工人一天的标准工资 约为十个面包 一到两罐啤酒 刚够糊口 但根据工种的不同和熟练程度 工匠们的收入相差甚远 最高级别的工匠日薪 能达到38个面包 那些挣到高工资的人 显然无法吃光所有面包 因此到新王国时期 这些报酬不再用真正的面包和啤酒发放 而是折合成等量的口量 工人也不必以此全部支取 而是可以采用记账的形式 第七个 象形文字只有辅音 没有原因 埃及在古代是有埃及语的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会讲埃及语了 像阿拉伯字母一样 埃及象形文字里只有辅音符号 没有原因符号 由于原因不能用文字表现出来 只能适当地读出音来 所以现代学者并不了解 早期埃及语的实际发音 唯一严格的科学方法 只能把辅音写出来 第六个 认为甲壳虫非常神圣 看过木乃伊电影的朋友 剧情可能会有点模糊了 但是有一个小东西 只要提起来 许多人马上就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那就是潮水一般出现的圣甲虫 圣甲虫的原型是羌狼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屎壳狼 古埃及人以为甲壳虫是单性繁殖的 与造物主上帝一样 因而 它被视为造物主的化身 人们把圆圆的粪球当作太阳 把甲壳虫的这种习性比喻为 上帝在天空中推着太阳行走 赋予大地生命 甲壳虫还有将卵置入死去的动物体内 或粪便之内 之后又甲虫从中诞生的习性 在古埃及人看来 在死物中繁殖又象征着虫生 就像朝阳每天重新生起 因此自上古埃及起 甲壳虫就被视为圣物 名称也被赋予创造 诞生之一 是古埃及艺术中极其重要的主题 第五个 饲养许多种宠物 古埃及人将动物作为宠物饲养 从训养的狗和猫到沸沸 猴子 鱼 邓铃 鸟 尤其是猎鹰 狮子 猫幼和河马 对于甚至被作为神圣的动物 饲养在索贝克神的庙宇中 学者们对埃及人是否真的把动物当作神灵来崇拜 有不同意见 但在谈到古埃及人对他们的宠物的感受时 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 训养的动物就像今天的宠物一样受欢迎 深受古埃及人喜爱 而且尽管沸沸 猴子 河马和猎鹰等异国动物 在埃及并不少见 但古埃及人似乎和今天的现代人一样 更喜欢狗和猫 狗被古埃及人认为是家庭中非常重要的成员 而猫则是最受欢迎的宠物 第四个 相信尼罗河泛滥是伊西斯悲伤的泪水 伊西斯是古埃及司长博爱 快乐 音乐 声誉和繁衍的女神 她的丈夫奥西里斯被嫉妒她才能的孪生兄弟赛特杀死 尸体被残忍切割后丢弃到多个地方 伊西斯伤心欲绝 历尽艰险找回丈夫的尸块 用爱心和热泪拼装 最终使其复活 古埃及人相信 每年尼罗河洪水的泛滥 是由女神伊西斯在哀到其丈夫奥西里斯去世时的眼泪造成的 当然这只是寄托着埃及人民美好愿望 传承着古老文明的神话故事 根据科学家考证 尼罗河泛滥是由于印度洋济风 将云层吹过埃塞俄比亚高原 形成降雨使尼罗河水暴涨 尼罗河水一冲出苏丹北部山谷的狭窄水道后 便像脱江之马一般激流浩荡 甚至形成绝堤泛滥 另外尼罗河的泛滥 指的是河流水式的风云期 是与尼罗河滴水位和干旱相对应的概念 对埃及人来说是福音 也因此 埃及历史上每年都会举行隆重的尼罗河泛滥节庆典 来感谢尼罗河的馈赠 第三个 喜欢穿蝉腰布 编据象形文字记载 古埃及人会穿着蝉腰布保护他们的私处 免受阳光和其他伤害的影响 一些历史学家推测 埋人会将他们的丁丁包裹在薄薄的亚麻布中 以防止在发生两性关系过程中被昆虫叮咬 值得一提的是 蝉腰布是古埃及男子在整个古代社会中 从平民到国王都穿的一种基本服饰品种 一般有本白色亚麻制成 样式变化有几种 有维果和都当两种基本穿着方式 古王国早期 其长度一般在膝盖以上 法老与普通人相比 面料更精细 亚有细致 前部既宝石和金银装饰的三角形裆布 腰间既精致的腰带 背后会绑一根狮子尾巴 朝时期统治地位 中王国时期 蝉腰布变长 贵族出现了将硬挺薄透的长蝉腰布套 在后置地短蝉腰布外面重叠穿着的方式 到新王朝时期 整体服装风格开始变得华丽 简单的蝉腰布依然是平民和奴隶的外穿款式 而在贵族中已退化成内衣 第二个 乱伦现象非常普遍 在古埃及王室之中 乱伦的现象非常普遍 著名的埃及艳后克里奥帕特拉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他曾经和自己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 托勒密十三世 以及托勒密十四世结婚 事实上 如果你翻看一下古埃及历代法老的亲属关系 你会发现 他们之间有很多都是近亲结婚 在古埃及王室看来 这是保证血统纯净 防止法老权利被外人窃取的一种方法 但这种行为导致了非常严重的遗传病 而这也许就是图坦卡蒙十九岁就暴毙身亡的原因 他患有多种遗传疾病 唇恶劣 腿部畸形 荷尔蒙失调等等等等 第一个 用几公里长的布料包裹死者 一般提到木乃伊 就会联想到埃及 但是木乃伊并非埃及独有 甚至有专家发现 南美洲秘�的木乃伊历史 还比埃及早了两千多年 一些考古学家表示 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主要目的是得到永生 准备下辈子的生活 秘鲁的木乃伊历史还比埃及早了两千多年 一些考古学家表示 埃及人制作木乃伊的主要目的是得到永生 准备下辈子的生活 不过秘鲁人则是展示对其家人的爱意 希望死后能家庭团聚在一起 事实上制作木乃伊 耗时长且费用昂贵 除需要各种药品 香料 辟邪物 护身符等 紧包一个尸体 有时就要用一千多米的优质亚麻布 因此 只有国王 皇亲国妻 贵族富豪才花销得起 穷人只能从简 甚至草草了事 大约只要几天时间就可以完成 而皇室木乃伊的制作时间 则要长达数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带给大家的 15件古埃及人做过的最奇怪的事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